這間是270呎的入貨 整個單位的視證 放了一些傢俬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入門就轉過來 就是一個浴室 很綺麗 基本上都是一些灰色或者木紋 整體看上去很帥 這裡有一個大窗 還有一個鞋櫃位 都可以放四對鞋 其實不夠放的 可以考慮一下 靠這個窗邊倒掛鞋架 再轉過來就是一個長型的Tag 你可以看到一個掛衣架 然後一張桌子 然後一個梳化 一個電視櫃 露台 最主要是一個分體器 這個露台相對小 但是你要想一下 露台是室外面積 是計算你的使用面積 所以它做小了 相對來說對你有著述 這樣看上去 你可以看到很綺麗很精緻的家居 然後一個一字型的廚房 雪櫃就放在這邊 只有半格 用起來就少些儲存空間 這個就是蒸焗櫃 上面就有一個儲物的空間 都可以的 一字型的廚房 一個垃圾桶 還有一個洗衣機 基本上是可以的 收納量就不夠的 通常都是簡單 煮食 主人房就很簡單 放了一張床 然後就一個大角櫃 這邊還有一個衣櫃 樓底都可以高的 3.15米 普通分層 如果你去到特色層 就再高一點 3.5米起 今次這些房單位 你猜一下值幾千 留言告訴我 拜拜